在华山文創园区 由十亿多媒体自行策划的 首件奇幻颠倒双层洋房 外观比照真实房屋比例与结构打造 耗资数千万的颠倒屋 所有的家具甚至车库里车子都是货真价实 只是违反了地心引力 好比爱丽丝梦游仙境 美感跟设计方面 我们当时的设计团队 考察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颠倒屋 颠倒屋就是要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当然它的屋体本身 不管是正着或者是倒着 它都是要足够色彩缤纷色彩鲜艳 第二个呢 这个颠倒屋的大小呢 它必须要是能够完整地呈现一个家庭的各个机能 所以在这两个基本的元素之下 各位我们就找到了英国的乡村风的一个建筑 因为英国的乡村风的建筑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它有一个八角窗 而且它的四面都有很多的窗户 而且它的一楼有阳台 就是现在看到三楼顶的部分 它是有阳台 而且它有阁楼 所以这个整个空间的这个建筑的外观 它会让大家看到有很疗愈的感觉 很幸福的感觉 那么到里面之后呢 里面的这个所有的机能 当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要尽量贴近实际上我们家庭当中会使用的 所以包括客厅 包括起居室 包括卧室 小孩房 还有就是楼梯 还有就是我们的儿童的游乐区 还有包括餐厅跟厨房 连纸巾 餐盘 杯子 都是要一比一的 真正反应一个家庭生活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为了创造同感性跟同理性 让大家进去参观了有这种感动的感觉 那这个也是我们设计这个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就是要让大家有幸福感 有疗愈感 而且有一个新奇的感受 这是我们当时的设计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努力 在吊庄的时候它有一个顺序 就是先要完成直立的 就是垂直的这个缸垢 然后呢再完成横接的这个衔接的梁 那么逐层呢从一楼二楼三楼往上做 现在的外观呢虽然看起来是两层楼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三楼的建筑物 因为最上方有一个阁楼 就是在我们现在靠近草地的地方 那么最困难的是吊庄这一部车子 这部车子呢 没办法等到整个建筑物做好之后才吊 它必须要在最上层的横梁还没有吊庄完成之前 就先把它吊进去 所以说呢在车子的吊庄呢 也是利用吊车的方式从高空呢垂直往下吊 那么吊下去之后呢再把紧接的把横梁完成之后 将车子固定在横梁的下方 下方之后呢再继续吃做其他的一个部分 而这个车子的横梁呢 它是由主结构 垂直的这个结构呢水平往外发展出来的 所以呢发展出来的横梁跟它的结构的这个支撑呢 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麻烦的 各位可以看到最困难的确就是掉这台车子 这个安全性是绝对不会掉下来 我刚刚有讲过我们这栋大楼 它虽然是一栋临时性的这个建筑物 但是它是依照永久性的建筑规范来设计的 这栋颠倒屋在这里可以站立不止只有半年 它可以站立一百年两百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符合台北市的这个耐车规范 所以这个车子呢固定在我们的天花板上面呢 当然它不是固定在天花板 它是固定在钢梁上面的 所以它的结构它的荷重呢 都是经过严密的计算 而且还加进安全系数 所以绝对不会掉下来 这里面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家具跟床跟固定的设备 就是这个部分呢 都是直接锁在楼板上面的 锁在钢梁下方的楼板 那楼板本身呢 它是有灌过阿西的 有deck板有阿西 所以直接锁上去它是非常的固定的 那么另外就是呢 背盘还有台灯啊等等 这些呢也不是用粘的 这个是要用固定的方式呢 比较轻的是用粘的 但是比较重的还是会加锁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的安全性呢是最重要 我们要去顾问